西蒙也一万五千多张票数在丹荣彼爱区国习补选惨败 西蒙领袖尊重选民的决定并坦言 必须正视人民发出的讯息 从中汲取教训 同时积极兑现竞选承诺 重拾选民的信心 西蒙领袖认为尽管国阵狂胜 但并不代表人民希望盗贼政府再次上台 马华一雪前耻 狂胜西蒙候选人卡敏重夺国习 面对第四场失利补选 西蒙领袖事后纷纷发文告强调 这是人民给西蒙拉响的警报 西蒙柔佛州主席丹斯里慕尤丁认为 西蒙必须检讨现有的政策 措施和执政表现 从中釐清让人民不满的因素加以改善 诚信党全国主席莫哈莫沙布 接受选战失利的结果 强调一时挫败 并不会打击西蒙为民服务的决心 但政府必须改善执政能力 让人民感受到西蒙的努力 公正党全国主席纳德斯里安华则认为 西蒙必须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他也提醒所有执政领袖 努力兑现竞选承诺才能重拾声望 蓝眼副主席卓莱达认为 这场补选不该被视为人民对西蒙的公投 更不该把失败账的结果 归咎于首相敦马哈迪 成信党宣传主任卡丽莎默也为敦马护航 强调那是集体责任 至于这次补选成绩欠佳 主要是因为人民投了抗议票 行动党顾问林吉祥则表明 单种比爱选民代表全国人民投下选票 表达对改革进程的沮丧和不满 这是西蒙和行动党当前必须关注的课题 火箭全国主席陈国伟认为 西蒙必须深刻反省 分析探讨补选后的政治风向和后续影响 他也提醒盟党 民意不可为民心不可逆